文化大百看 我是主持人王玲玲 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 它出自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是汉高祖刘邦对一位谋士的褒奖之词 这位谋士便是协助刘邦平定天下 与萧和和韩信 并称为汉初三杰的张良 作为一位杰出的谋略家政治家 张良不仅得到刘邦的信任和赞赏 更被后世尊为是谋圣 为了纪念这位圣贤 后人在各地为他建立了近百座祠庙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陕西汉中 因为张良曾经受封刘侯 而名为汉张刘侯祠 当地人俗称张良庙 汉张刘侯祠 又名张良庙 坐落于秦岭南坡的紫板山路 始建于东汉末年 由张良的十世孙张鲁所建 紫板山是金陵珠峰太白山的枝脉 山是巍峨蜿蜒起伏 山顶缭绕的云雾 与山间潺潺的心水 构成了如晃的风景 汉张留侯祠就坐落在这如梦如幻的美景之间 相传 东汉末年初建之时 紫耀原本位于紫板山的山顶 直到明清时期才迁移到山脚之下的这片古地上 因此今天保存下来的汉张留侯祠 是一片明清风格的建筑群落 由六个院落作成 有房设一百五十余建 主体建筑包括牌楼 大山门 三清殿 大殿 南北花园等 占地一点四二万平方米 是陕西省境内的大型寺庙之一 江新独运的布局 雕梁画洞的建筑 竟显古运悠长 古往近来 不知有多少名人雅士前来造访 他们在寺庙内外留下了摩雅体克五十一处 碑堤三十九通 迎连四十余妇 构成了丰富的人文景观 在汉张留侯祠山门内 有一座禁旅桥 是根据张良拜师的典故设计建造的 相传张良年轻的时候 在桥上遇到了一位老翁 看到张良走近 老翁故意将一只鞋子丢到桥下 然后让张良为他捡回来 张良虽然不解 却恭敬地捡回鞋子 并跪着替老翁穿上 老翁称张良是儒子可教 又经过几次考验之后 终于传授给他一本太公兵法 张良得到这本书之后苦读十年 后来辅佐刘邦成就汉氏地业 这个故事虽然有演绎的成分 却可以反映出张良的品格与德行 而他的智谋与韬略 同样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公元前二零六年 在那场著名的鸿门宴火后 刘邦感觉到了项羽巨大的威慑力 他深深地意识到了 要想征服天下 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气 此时项羽一江西南的巴蜀二郡封给了刘邦 巴蜀地区土地肥沃 气候温润 本是屯兵储粮 修养生气的好地方 然而由于地处偏远 驾至秦陵与巴山连绵山脉的组合 刘邦虽得封闭 却犹如被项羽锁进了保险柜中 正当刘邦超出之时 谋事张良给他献上了一个计策 就是买通项羽身边的心腹 让他们游说项羽 将巴蜀以北 关中以南的汉中地区 分封给刘邦 汉中是一个异守南宫的地区 有几名项羽占据的关中 如果在汉中站稳脚跟 建立稳固的后方 更易于向北方扩展 重新夺回关中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 不久项羽的叔叔项伯 便收到了张良送来的黄金和珠宝 在他的游说下 项羽果然将汉中分封给了刘邦 这块封闭成为了日后刘邦 建立霸业的根基 而屡屡在关键时刻 施展谋略 扭转时局的张良 也被刘邦视为了心腹重臣 在刘邦的军事集团当中 带兵打仗的有韩信 智氏安邦的有萧和 而张良并不是统帅军队 或治理国家的能手 却作为谋臣实时跟随在刘邦的左右 凭借自己的睿智 在汉王朝的建立过程当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他与萧和韩信 并称为汉初三杰 不过就是这样一位功不可没的谋臣 留给后人的 却不只是胸藏韬略 富有其谋的一面 历经该下之战 刘邦彻底击败项羽 建立起统一的王朝 追随他的文臣武将都受到了封赏 然而不久之后 刘邦就感觉到了威胁 于是他的屠刀转向了那些 可能功高镇主 手握重兵的王侯们 几年之内 刘邦的功劳簿上 先后抹掉了燕王 赃徒 还英侯 韩信 等一批异性王侯的名字 一时之间 长安的上空阴云密布 人人似非 对于这些变故 张良似乎早有预见 诸刘邦成就霸业之后 张良被开始践行 功成名 遂身退的道家思想 他辞去万户侯 拒绝帝王的封赏 只留下一块远在江苏的封壁 一时刘邦的知遇之恩 随后张良一度隐居在秦岭深处的紫板山中 每日里寻方采药 悟道参禅 安详着悠然的岁月 由于他的到来 这片山林也开始名扬天下 到了东汉末年 张良后人张卢 在此地建起私庙 汉张良侯此逐渐成为文林雅士们 半夜先前 抒情释怀的圣地 千百年来 承载着这段传奇 汉张良侯此迎来 送往了无数的造访者 这片建筑似乎也被赋予了一种精神 令人每到一处都能品味出故事 感悟出人生的哲理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爱的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微博等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一座毗邻威尼斯城的小岛 一个碧海蓝天的世外桃源 如梦如幻的玻璃制品 却领这里成为 飞升世界的艺术天堂 数百年历史的古老作坊 密布外传的制造技艺 高温熔炼后的小手雕琢 成就了一件件玻璃艺术珍品 惊喜收看文化大百科 穆拉诺玻璃